大家好,我是小木,欢迎来到小木谈天频道 今天是2021年3月5号,星期五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小木谈天电报群和SafeType频道 习近平最近很喜欢用人间奇迹这个词为自己贴金 我觉得这根本就应该叫做人间奇葩 今天我们就谈谈2021年刚开始就出现的三个人间奇葩 先说今天的大消息 每日电讯新闻基金会取得了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301页的电子邮件 其中包括福奇和下属莱恩的通信记录 2020年2月14号到2月15号 莱恩和WHO技术官员韩有这样的交流 美国想要跟WHO拿到中国关于武汉肺炎的信息 美国被要求签署一个由中共定制的保密协议 世卫的韩表示 这个格式是根据中国量身定做 所以我们不能使用之前的格式 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当时量身定做的保密协议的内容 此外WHO在2020年2月13号向美国国家卫生院官员发出电邮中 曾经提到过疫情资讯 并且标注重要提示 在我们与中国同意之前 请将此世卫敏感信息不要公开 每日电讯新闻基金会主编巴顿表示 这些新邮件显示 世卫组织从一开始就允许中共控制资讯 这些邮件也显示出 世卫和福奇当时负责的国家卫生院 对中共控制疫情讯息提供了特殊的待遇 世卫组织上个月派一队人马前往武汉调查病毒起源 但世卫专家没有足够的机会 也无法适当调查病毒的不同来源 此次访问是中国科学家和中共官员共同进行的 任何报告都需要得到中共的批准 现在这些事实证明 从去年初开始 世卫组织和美国国家卫生院 就有机会拿到中国这边关于病毒的资讯 但是他们既然同意签署保密协议 大家都知道 保密协议通常是在一个生意谈判 产品研发、科技研究 对社会无害的正常的社会活动中才涉及到的 比如在公司的生意公布之前 或者产品公开之前要保密 保证公司的利益和研究人员的开发成果 如果一个病毒要引发全球大流行病 这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所有信息的 因为这涉及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在这个情况下既然同意签署中共定制的保密协议 这已经够奇葩了 那么福奇的团队到底从中共拿到了什么信息 是否已经毫无保留的通知了川普政府 为什么这个事情在过了一年才被迫公布出来 他们的隐瞒是否对美国大规模疫情爆发有直接的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有答案 过了一年 世卫组织的调查还需要同意说 所有的报告要经过中共同意才能发布 我们在谈的不是一桩生意 这可是世界上多少条人命 多少人因此住进医院 多少国家因此进入经济衰退 这怎么可能由中共政府来决定 你的报告要怎么写呢 我之前就问过这个问题 如果今天的中国跟朝鲜一样穷 请问 福奇也好 世卫也好 还有那些装作不知道中共种族灭绝 和活摘器官罪行的国家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会像今天这样吗 说白了 不都是利益在作祟吗 这个病毒杀死各个国家多少人呢 都这样了还对中共妥协 难怪习近平真的觉得自己 可以创造让全世界人臣服的人间奇葩了 另一个人间奇葩是美国的纾困法案 在贺锦丽投下关键一票之后 参议院民主党继续推进1.9万亿美元的 新冠病毒纾困法案 预计这几天内就会通关 麦康奈尔前两天发言表示 一些参议院共和党人在拜登宣誓就职后 几天就去了白宫 提议我们继续保持压倒性的两党合作的连贯性 可是呢 民主党人说 不 他们想单独行动 就这样共和党建制派直接被打脸 麦康尔在讲话中还说 庞大的1.9万亿美元的提案中 只有不到9%的资金用于针对中共病毒的核心医疗 用于疫苗接种的款项不到1% 名字叫做纾困法案 竟然在佩洛西的地盘资助硅谷的地下铁路 在舒默的地界升级一座从纽约到加拿大的桥梁 这不应该叫做纾困法案呢 应该叫做中保私囊法案 都被民主党拿去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了 麦康尔尔的发言 好像我们都是第一天知道这个事情一样 大多数共和党议员不敢站出来挑战大选结果 然后用这个妥协作为筹码 再跟民主党要团结合作 现在看清楚了 民主党用完了你就扔 叛徒是没有人敢用的 如果不是川普宣布不组建第三党 今天可能就没有共和党了 把大权交给了民主党之后 已经很难再对他进行制衡了 就好像现在不对中共的病毒调查深究到底 放过他之后 他以后只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对付你 密歇根州的WSYZ电视台记者报道说 部署在华盛顿特区的十几名 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士兵 吃了生的喂煮熟的肉 和餐有金属穴的饭菜出现了不适 有些士兵被送入医院 结尾队士兵收到的餐食 是来自民主党华盛顿特区政府指定的承包商 喂煮熟的食物的问题 已经持续了几周 国会大厦内 议员们在纾困法案上夹带私货 把纳税人的钱随意挥霍 或者用来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本 这些士兵们的伙食却如此之差 国会大厦内外冰火两重天 拜登上任以后 得罪的人范围之广 也是前所未有了 美国前线医生的创始人 西蒙娜·戈德博士 曾经在1月5号 在自由广场发表演讲 1月6号进入了美国国会大厦 在美国国会大厦内 用喇叭发表了挑战 美国新冠病毒预防策略的演讲 他最近接受采访时说 有20个真刀石枪的FBI特工 破门而入他的家 把他戴上手铐 FBI的局长Christopher Reed 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 将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时间 称为国内恐怖主义 迄今为止 FBI和其他执法机构 已经逮捕了300人 几乎每天都有更多人 被指控反映 与冲击国会有关的罪行 所以在美国最需要 从疫情中恢复的时候 一个奇葩的纾困法案出炉 只有10%的钱 真正用于纾困和疫苗相关 在这个基础上 拜登政府把本来就不多的钱和时间 花在1月6号事件上 通过夸大事实 说谎和媒体轰炸的方式 变相打击警察人士和川普本人 同时用这个夸大了的危险 继续花重金维持华盛顿的兵力 和FBI这种猎物式的抓捕 借此来进一步渲染 增加人们心中的恐惧 不仅美国纳税人遭罪 钱也遭罪 这些钱拿来补贴 在疫情中需要帮助的人更加有益 现在却被用来维护统治 这个纾困法案体现出 拜登政府的赤鲁鲁的 中饱私囊的野心和无法无天 这个戏码在美国上演 也可以说是人间奇葩了 当拜登政府在拼命吸引 世界媒体的眼球的时候 习近平也不甘示弱 美国不是还在纾困吗 中国就神秘的在疫情过去一年后 成功脱贫了 疫情一年根本没有影响脱贫的速度 说明中国人在疫情期间 不仅没有受苦 反而还变得更有钱了 2月25号 北京召开了脱贫攻坚总结表证大会 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言 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是创造人间奇迹 就是奇葩 结果在第二天26号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顾名村村委会发文通知说 2021年农村合作医疗每人280元一年 截止到2021年2月28号为止 从2021年3月1号起 国家不再补贴 每人需交720元一年 这意思是中国人有钱了的程度上了一个太大的台阶了 国家补助不需要了 医疗保险费用涨了2.5倍 难道人们的收入都增加了2.5倍吗 对那些外出打工者来说 每人720元的费用 全家算下来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给农民造成巨大的压力 全民脱贫我们都知道 就是跟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件一样 是个笑话 但是在媒体上高调宣传之后 后续的政策一定都得跟上 贫困地区补助会减少或消失 对农民的补贴会减少 对极其贫困家庭的帮助会消失 没有了贫困了 就不可能再有补助了 再补助就是在打总加速师的脸了 而同一时间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 中共一边在阻挡普通民众发声 另一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也不安生 一直在给这个本来就矛盾冲突剧烈的社会火上浇油 前不久郑爽找代孕 让这个代孕产业链浮出水面 有钱人自己不生 找别人为自己怀孕 不想要了就再处理掉 反正都不是自己生的 这些孩子就可怜地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 最近任正非的二女人姚安娜也不安生 非要用钱在娱乐圈砸出一个窟窿来 结果网络出现一边倒的负面评论 如果任正非在国内还有一些粉红基础的话 还可以借助爱国情怀保留一块阵地 现在也算是晚节不保了 用华为的名字去注册姚安娜商标 给姚安娜美国国籍 帮一个没有任何代表作和口碑的女儿用钱铺路 实在让人感慨 任正非从一个被吹捧的民族英雄 落入了没老板一样花钱捧女星的俗套 虽然有钱人赚钱了 怎么花是他们的自由啊 但是如果把中国问题系统的来看 在这个极权社会 人为造成的社会阶层划分 城市农村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腐败的官僚体系带来的官本位文化 同时中共把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抛弃 你在微信抖音 打游戏看美女 娱乐至死没人管 你敢妄议中央就被消失 然后再用李子柒这种假视频 掩盖中国农民和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形态 中国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以下 那被定义成社会底层的中国人 占的比例是不是很大呢 贫富在任何社会里都有 但是在中国社会里 就容易催生出急躁如瑞幸咖啡 造假圈钱 没有人性到老人家倒地抽搐 没人敢相助 前不久一个小孩落水 大家纷纷用手机拍摄 结果一个老外跳下水救人 再就是假货泛滥 竟然用生理盐水和矿泉水做疫苗 这些信息在油管推特传到全世界 看到的人都会想 这些人怎么了 这个社会如何生存呢 你再说这是个别现象 根本没有人会信呢 如果只是个别现象 可能有那么多中国人 整天琢磨着 怎么把人和钱弄出国吗 今天我讲了2021年刚开始 就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三个人间奇葩 继续掩盖疫情 纾困法案 中国脱贫 您觉得还有什么大事件 也能被称作奇葩的吗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请点赞 多多留言 订阅小木油管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